2022年董车地新能源东测成绩揭秘 本次东测将在内蒙古护伦贝尔零下30度的低温环境 为您揭晓新能源车最真实的生存状态 你的电车能跑多远 雪地四驱能跑多快 车门会不会冻上 风条好不好用 还有夜间的辅助驾驶安不安全 最后还留给新能源车一个终极挑战 马上揭晓安 最先揭晓大家关注的低温续航实测成绩 本期测试车型 小鹏G9650性能版MAX 测试车型为3原理电池 电池容量为98千瓦时 官方续航650公里 此次东测我们优先选择的东西四驱车型 标配最优规格的雪地胎 特别要说明的是 有些车型由于轮毂的尺寸特殊 只有部分品牌的轮胎可选 这的确也是现阶段存在的一个问题 本次冬季测试的续航挑战 选择了一条更加综合的城市创业路线 从牙克什的测试中心 到中国冷级跟河 全城国道 平均速度50公里每小时 测试时的温度为零下10摄氏度至零下15摄氏度 这个温度区间也是中国北方非常常见的一个温度范围 测试全城采用统一的标准设定 测试至表显续航不再显示 最终小鹏G9在机含条件下的真实综合续航程度 为323.1公里 达成率为49% 未能成功达到中国冷级跟河 排在本次冬季低温续航坊的第7名 是本次冬测实测续航里程最长的SUV车型 不过小鹏G9也存在能耗偏高的问题 达到了30.3千瓦时每百公里 是续航前市民车型中 唯二两台能耗超过30千瓦时每百公里的车型 所以小鹏G9出色的续航能力 更多的是依靠大电池的优势 而低温下的能耗管理还有进步的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 在续航过程中 小鹏G9的公调在24度自动的设置下 温度始终无法达到20度以上 一直跑的时候是 红到24度之后它慢慢下降 一直下降到15.8左右 所以我们不得不调高空调温度以保证驾驶员舒适 在温度恒定后空调恢复24度自动的设置 空调能够维持车内温度 并且测试至表显续航不再显示 车辆的动力空调灯光等系统依旧能正常工作 在集汉条件下 小鹏G9工作美定 低温充电是对电池可靠性和电池热管理系统的双重考验 为了让测试结果更丰富 在为期15天的冬测中 我们都会对测试车的充电 以及可靠性做详细的记录和考察 整个冬测过程中 小鹏G9没有出现充电异常的情况 在热车状态下 小鹏G9从0充至99% 用时103分钟 平均充电功率为62.1千瓦 最大功率能达到86千瓦 在热车充电时的电池起始温度为零下4摄氏度 在充电过程中 随时间上升至27摄氏度 而由于G9拥有98度的大电池将电池充满的时间较长 最终小鹏G9在2022新能源东侧低温充电榜中按充电时间排名第19位 但它的平均功率能够排到第9位 可以在较广的区间维持不低的充电功率 另外我们也对小鹏G9支配的特莱电480千瓦充电桩进行测试 从测试数据可以发现 它的最大车辆需求功率可以达到近240千瓦 遗憾的是测试的充电桩需要更新升级 实际电流达不到车辆需求电流 电动车虽然有动力优势 但在低附着力的冰雪路面上 能对动力做到精准控制 起步才能又快又晚 为了直观对比不同车型在冰雪路面的加速区别 我们采用了同场竞技的方式 测试前所有车型统一调整为加速最快的驾驶模式 开启电子稳定系统 在加速竞赛中 小鹏G9完成百公里加速用时9.15秒 在本组中排名第二 小鹏G9比奥迪Q7大了200多马力 但加速时间只领先了0.6秒 这支曲线可以反映出问题的原因 两车的加速度基本融合 只是到了加速后段 G9的大马力优势才体现出来 可见在冰雪路面上 为了安全 电子稳定系统刻意限制了动力输出 实际马力也就只有2.0T的水平 小鹏G9的成绩放自2022 动车地新能源东测加速测试大榜单中 排名第21 而SUV组备的平均成绩是9.61秒 小鹏G9的冰雪加速表现略好于平均水平 到了极寒的冬季 新能源车到底还靠不靠谱 我们将所有测试车在零下30度的环境下 动整整24小时 为了增加测试难度 我们还让造雪机模拟了一场大雪 经过一整夜的静置 我们发现97%的车都能正常启动 小鹏G9同样没问题 可以正常启动 没有任何故障 此次测试的40台新能源车中 93%都拥有远程控制功能 通过手机APP 你能让G9快速至热 并且打开座椅加热功能 这让冬季出行更温暖了 接下来揭晓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空调到底热不热 所有测试车统一标准 小鹏G9的结果不太好 15分钟后 G9的车内温度只有11.5摄氏度 在新能源车中排名非常靠后 不少等着水温上升才有热风的燃油车 表现都要好于小鹏G9 而在除霜除霧测试中 我们开启最强除霜功能 12分钟时间 雪和霜仍然很多 日常使用需要更长的除霜时间 才能确保安全行驶 最后 我们还收集了用户关心的10个新能源车 冬季可靠性问题进行检查 在我们日常行驶过程中 由于小鹏G9隔山出现鸡血 导致主动隔山异常提示 不影响驾驶 鸡血融化后 这条提示也随之消失 冬雪路面辅助驾驶安全吗 冬雪路面夜间的辅助驾驶安全吗 冬雪加下雪加夜间的辅助驾驶安全吗 接下来我们要对16台有代表性的车型 进行冬雪条件的辅助驾驶识别能力测试 三个测试难度递增 现在我们来揭晓小鹏G9的辅助驾驶安全表现 第一轮 日间雪地ACC对静态假车测试 经过100米标志牌 小鹏G9发现了前方假车 随即开始制动 整个过程制动力释放均匀 成功停在了假车面前 测试成功 成功晋级 第二轮夜间雪地ACC对静态假车测试 来到夜晚场景难度升级 连肉眼都难以分辨的前方假车 小鹏G9能看见吗 夜间G9识别效率并没有白天高 在距假车50米时 才识别到假车并开始制动 制动力释放均匀 没有打滑现象 成功晒停 第二轮就已经不剩下几台车了 小鹏G9凭借在最后时刻识别 让他成功避免地碰撞 第三轮夜间雪地羊血ACC对静态假车测试 我们采用羊血机来模拟暴雪 难度再次升级 几单天气 根据我国交通法对机动车行驶速度的规定 我们将车速限定到40公里每小时 搭载双激光雷达的G9能否物理看车呢 经过50米的标志牌 G9还没有任何反应 就当我们认为G9要失败了的时候 一脚制动给了我们惊喜 最终小鹏G9成功识别雪中的假车 避免了碰撞 由于以上表现 小鹏G9机身东侧辅助驾驶测试测试前三年 但由于识别时机叫特斯拉Model Y 几乎200S稍晚 故位列第三名 这是我们自建的 懂车地冰雪大波道 下缓上抖 峰值波度37.5度 电动车的扭举输出是优势 但想在冰雪坡道上爬得高 更要看四驱的综合能力 同时我们借助专业的轮速传感器 用客观数据来记录车辆的打滑状态 小鹏G9经过多次尝试 最大爬坡距离为27米 在爬坡过程中 电子稳定系统一旦检测到打滑 会比较明显的限制动力 体现到轮速曲线上 就是曲线波动大 测试过程中 小鹏G9车身稳定性良好 控车难度不大 小鹏G9的成绩放在2022 懂车地新能源东测 冰雪爬坡大榜单中 排名第6 SUV组别平均成绩为27米 小鹏G9的表现属于平均水平 持续关注懂车地实测 这里会陆续发布 东测的各车型评测数据